在说这个其实到了这个将近90岁的这个年龄 常常会回想起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贵人 恩人 其实在您这个一路的这个艺术实践 然后有很多的前辈提携过你 帮助过你 比如说谢天 比如说赵丹 比如说白杨 比如说李丽华 你是不是现在到了晚上 尤其可能睡不着的时候 往往会想起那些老大哥老大姐们 我不是到了晚上 我几乎有一点空心 他们就会在我脑子里占有的那个位置 永远都不会变 在你脑子里出现最多的人物是谁 当然我觉得谢天对我 因为我第一个戏也是他推荐的 后来我演不出来的戏 也是他一般上把我打上荧幕的 也是在后来 他说我们解放了 你回来吧 把我香港召回来的第一个召唤 就是他发出的 所以我称他是叫谢天先生 天子还都不佳的 都是谢先生 我们对这些长辈绝是尊重 敬仰 你见着赵丹怎么称他 赵丹这是我跟大家一块称的 就叫他阿丹 就叫他 那时候不管年长年少都管他叫阿丹 是吧 都叫阿丹 不管多大的人多小的人都是叫他阿丹 他的孩子有时候也叫他阿丹 他家里也不知道 后来我曾经为这个事问过黄正英 黄正英也问过他 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 有时候称呼是以孩子的角度称呼他 有丈夫的角度也可以称呼他 用这个他的亲人的角度都可以 有时候我还叫他阿丹叔叔 叫他 后来这个叔叔叫不大叔了 因为他跟我们啊 太一点价值都没有 孙坤哥 你那老乡还看见什么了 你这一样 他说啊 人家那边生活是比咱们苦的 可乐起来也是真乐 一空下来不是学文化 就是学唱歌 那不是跟上学堂一样了 大家就跟亲兄弟一样 谁也不做心欺负谁 要是谁有了困难呢 大家都会出来帮助他 那感情好啊 咦 你们瞧 小鱼听傻了 您跟他拍这个《海魂》的时候啊 因为一起合作 近距离接触 是不是他在这个表演上有他非常独到的一面 有的 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非常激动的 在表演上都是记性满腹 他的那个头发都要 都立起来那种人 所以我们在演戏我经常看他有个动作 旁边的水啊 他拿着浇在头上 看见那个水也顺着那个 那个雨丝啊 那个顺着他那个头发一流了 往下滴 这个滴后来我也用过 确实是很好 他这个弄完了之后 那个水还在滴着当中 他这个演员 情绪一来的时候 他帮助他进入状态 这回我在老酒馆里 我就用了他这个动作 我把草帽浸在水里 那是很冷的耳眼 对 天明那个很非常 看着帽子低 等到汗开始 这个已经不是那个从前 那个速度了 已经干成低了 那就是我在哪儿来了 在雨店里待了很久了 告诉观众的信息 我不是刚才把雨给我浇得 水灵大滴的那样 我就看到那个水 还在我每天滴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进入了那个规定的情形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 我后来琢磨确实是很好 但是我不经常用的 要排到这一类的戏 我就帮助我进入状态 那是很有帮助的 您这个十岁的时候 就演过白杨老师的小丈夫 所以这个后来 这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们就是同事 那个白杨老师 是不是对你也是非常关心 那个时候 因为我还属于 出出茅庐的那个阶段 对表演还没有独立 他们叫我怎么演 我就怎么演 叫我紧张一点 我紧张一点 叫我害怕一点 我害怕一点 那说不定你很聪明 领悟性很强 要不是这样 我走不到今天 自我最绪 那这个李立华跟你也合作拍过戏是吧 其实在我心目中 李立华绝对是个好演员 能唱能舞 他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 大胆烈烈的一个人 但他对人的感情 对我 他跟陶金 常常是演我的 哥哥姐姐 或者兄弟 这种太多了 机会太多了 所以他给我的感情不仅是荧幕上的 生活了也是我在他家里 他的孩子 那时候已经个 大概三四岁了 非我喂饭他才吃 真大 现在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八十多岁了 那么我在他家就成了一个长客 为此我称了不少顿饭 也在他家吃 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你四海为家 就经常去这些大哥大姐家蹭饭 因为我那时候 作为他们非常同情我 有的家我常去的 也不把我当外人 你比如到了陶金家 他家里的保姆都知道 今天小牛子要来了 都是叫我小牛子 那要给买鲫鱼烧糖 他喜欢吃鲫鱼 我在那个谁 那个李立华他们家 他们就喜欢 他喜欢吃肉 就给我有时候就要烧肉 因为您从小父母早亡 所以其实你严格上来说 是在片厂长大的 对 片厂就是你的家 对 你合作过的那些哥哥姐姐们 实际上就是你的家长 都是我的亲兄弟姐妹 然后 甚至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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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是 您も lonely 让一些哥哥 小便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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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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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你还会出现我 过